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牌内向的就是陈梦对孙永沙两天前还是三天前的女兵的决赛 那天的决赛大家猜不到陈梦结果禅联 上届陈梦赢过 这届是孙永沙世界排名第一 陈梦这几年的表现也不是那么好 之前这两年他对孙永沙都是输多赢少 所以大家都是看好孙永沙多 结果陈梦三比二 五局的比赛中 决赛中 都是发挥得好一些 就赢了孙永沙 但是看到当日 我没有看 但是看一些报道 那些人就认为是一个很... 因为全场都在为孙永沙打气 甚至乎吁陈梦 即是陈梦赢了 决赢了 决赢了 全场都静了 没有声音 很奇怪 所以就牽起了一阵 包括陈梦的表哥 大家知不知道是黄祕明 都要发声 说 犯圈化 实在太严重了 什么叫犯圈化呢 这是什么语语 其实很简单 张国荣对谭宁伦 姜濤对Anson Lo 即是说 其实那些粉丝越来越狂 为了追捧自己的偶像 即使你们两个偶像本来没有东西 消防、陈寶柱等等 他们都是变成这样了 其实孙永沙和陈梦 很受欢迎的在国内 在维大祖国 国家的粉丝是没问题的 但是慢慢地 因为我要抬高我孙永沙 其实孙永沙打得好不得了 就踩够你陈梦 陈梦的粉丝亦然 不需要啊 你知道我们这些很惯 在香港见得到 现在连何晓明都说 看位要注视一下这个犯圈化 但是我告诉你 你娱乐圈是这样做到什么 你可以怎样啊 你可以怎样啊 所以 其实你最惨 好了 赛后一打完赛后一板 陈梦就抱一抱孙永沙在影片说的一些东西 后来记者就问孙永沙 陈梦跟你说什么 孟姐叫我继续加油努力 接着又问回陈梦 陈梦就说 我叫他加油了 他说相信 因为现在孙永沙还小 陈梦30岁了 他说相信他去到巅峰的时候 他会发挥得更好 他说很多 其实他们都没有东西 起码我们看表面 没有东西 感情都OK的 但是你们这样的粉丝反而会令到他们有点尴尬 但是没办法的 其实我觉得 是不是有一个媒体 令到那些人可以看得容易一些的粉丝呢 其实情况我觉得其实是比之前谈吻林 张国荣的情况 美斯和斯朗呢 美斯和斯朗没那么严重 其实老实说 喜欢美斯的也没有必要踩下斯朗 喜欢斯朗也没有必要踩下美斯 你问我 你没有美斯 斯朗也没有那么强 我很难很怀疑 但以日斯朗的性格我想也是 但是没有斯朗在美斯 斯朗没有那么强 我也很怀疑 有时候有如梁之争 好了 黄晶 黄晶又再回来 讲YouTube 当然是大陆 可能没什么气开 他开了YouTube频道的黄晶小汉江湖 以及是女儿做拍档的黄梓咸 黄梓咸 我不知道是否以前10年8年前 参加港姐那个 也有拍一下东西 是不是参加港姐那个 不知道是否参加港姐 因为以前她有个女儿参加港姐 她也不参加了 不参加了 是的 OK OK 好了 第一集首集就狂派花生 现在第二集都是继续派花生 都是讲周星辞 不派花生才能够找人看 老实说 我们撇开了黄晶 对吧 即是那些 政治抽水 真是那些真是很熟的 一开气就是抽水了 但是我想说 她的timing真的不得定 她真是一开气就抽水 她不开气的时候 你很少见到她会说黑话的 不是对我说的 真是小的 一开气或者有发行什么 就来了 OK 到了现在 上面似乎环境一样 或者是预计到 她也不能够计到 分钟前 人工要走 有阴阳药 有这些 那些 不能够计到 就回到香港 可以在YouTube说一下 周星辞 没什么的 首先就是 我觉得周星辞 我们听她 那么多人说过去 她似乎真的有点难相处 我觉得这个也不用否定 但是这件事也不能够 否定她的电影作品 很幸好我昨晚回家 见到我儿子 暗沟沟 在看《图学威龙》 我也不知道她看过多少次 是第一集 我等我老婆 洗澡出来 我先去洗澡 顺便和我儿子一起看一看 在家 我又会看得很久 其实每一个对白的镜头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但是你还是会继续看 这个就是周星辞电影那种 威力 是吧 好了 但是 星辞是有样东西要学的 无论你怎样说她也好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 就是她永远不会出来同理 就是不会给花生你吃 不会出来说 当然不肯是 黄晶梦 哪有这样说 没有的 他也不需要 他没有的 说真的这件事 不是他需不需要 这件事 是一个修为 不容易学家 我 都觉得我自己有六七成的 不要理人 不要理 有时你会觉得很委屈 说我怎样 我怎样 没有需要来 他这么久 出声 反而是 有些政治出声 不知一次吵架 那些美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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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家磚 我个都是抽水 对啊 老实说 而且 你留意一下 他都选择的 表那些其实都是很鞭制的 但是 我们真的要学这个星仔 但是既然如果我们明知道星仔 他不会出声 那是否可以乱高这么说呢 于是乎令到你 关于你和周星驰的回忆 要打个折扣呢 这些你自己想 我看完通篇文章 加上我有经历过当时 我觉得可信性是高的 王正这篇文章 可信性是高的 反而另外一个开麦的李修賢 他今天讲父星讲成 讲汪宇 他又没有怎么说星仔 是之前和星仔吵完之后 因为可能不和星仔拍完一部戏 吵完之后 没什么交往 说来说他只是说去法国而已 没什么好说 好了 王正也讲得多东西 上集就说星仔眼皮是割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坐出来就戴上皮 他说 星仔看钱中了个朋友 利子当头 为什么星仔看钱这么重呢 我听到哪个节目 不知道是田鸡还是什么节目 我说过 是因为星仔红了之后 日本的一本就很难捱 他发现很多人迷身 把同学和同事 明明大家是朋友就去拨楼 开始迷身 借钱 又不还又不成 于是乎就捉起了个 什么 那是人会的 好了 他说二人正式决裂 就是拍《千王子王》《二子》的时候 他说当时 他呢 王正说他回忆 他跟家王巨头 蔡永昌说 打算拍《少年李小龙》 问一下星仔 星仔说 好啊 就要八百万片酬 星仔同意 他就谈刹仗了 星仔说 挺好的 他就跟周星时说八百万 你的片酬 另外六分红就六四分 OK 星仔回来就答应了他 一个星期后 王正说你答应了 就写剧本 一个星期后星仔回来说 想想想 都是不好 他说我觉得七三会公平一点 我七里三 王正心想 没什么所谓啦 你喜欢就可以了 大家老有记 王正说我人就是顺滩了 密码继续写剧本军 谁知道两个星期之后 他又说 他说想想想想 都是难道 要八二了 不是 老实说 没得做了 你给我 不肯做了 好了 王正就说 我接受不了 他说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 你就不做这件事呢 阿正就说 是呀 王正就说 那好 我就你一次 下不为例 这一套 是连李小龙当我送的 八二就八二 王正就说 跟他的女儿说 因为他很想拍这套戏 他说 但是他跟星仔说明 但是拍完这套戏之后 大家就忘记这个比例了 另外再合作 另外再谈 不要以为下下要八二了 OK 他说 好了好了 他就继续剧本了 谁知道呢 过了一个月左右 星仔再反口 蔡永昌就跟王正说 说少年王飞鸿呢 星仔不想拍了 要取消 哦 就是给他钱 他就这么说了 嗯 要你不想拍就一早 不要答应了 好了 呃 结果呢 那时候呢 他拍什么呢 八百万在那儿 他就拍了这个武藏袁 索黑衣啦 啊 那 没问题 王正说 但是呢 以后呢 他就不想和他在钱等上有何瓜葛啦 那王正的女儿就问他 那你觉得 那你是不是觉得 阿星仔对钱 看得比较重啊 王正就说 是啊 我想他将钱和朋友分得很开的 啊 他曾经和五万达在天津做那个全夫基生意 输了 那有些怪五万达的 所以以后他和五万达都没那么好 他看钱就带着朋友很多的 啊 可能觉得普通朋友还普通朋友啦 说到钱就做 就什么啦 啊 他说 说到 就是 就朋友没有朋友都没所谓 那王正说他觉得周星驰是这样的人 他说呢 大家见到啦 星仔朋友不多 就算和阿谷得超走得迷呢 都是因为两个人没什么利害关系的 他说一旦有呢 就很难做朋友 那实际上是哦 做朋友真的最好 不会有什么利害关系的 啊 啊 那女儿又再问 那有没有想过撇开利益啦 和星仔做朋友呢 那王正就说 那我短途之交 短途之交而已啊 我这么多朋友没有必要啊 如果要做朋友的话啊 做一个普通朋友 不涉及利益的朋友啊 啊 如果要跟星仔做朋友的话啊 那其实懂得的就当是朋友咯 不涉及利益咯 好了 他说 目睹啊星爺 由普通人变了神呢 他说对方看得好透 啊 而星爺又很害怕别人看通他自己啊 他 啊 王正说 星仔做什么事我都看得很清楚的 到现在我都看得好通 是不是啊 啊 不过我没有说出来啊 啊 那我就不知道啦 老实话 对吧 喂 要不然为什么呢 那我就不敢否定啊 有时候呢 一个人呢 星仔未必看得通自己的 反而人家可能看得通一些的 也不奇怪 但是我们不忍而非然呢 那你说是否看得好通呢 王正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你是否看得好通 但是你说王正是不是很聪明的人呢 那他是很聪明的人啊 嗯 那两个人呢 因为少年李小龙都有严隙了 之后呢 向华胜啊 星哥呢 就想拍这个《唐白虎点秋香》 啊 但是呢 因为王正没有时间 夹了星仔 啊 向山就找了陈家尚 但是陈家尚 陈家尚 现在是拍完 唐英勇龙 además刘威隆 akhir着 Fed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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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的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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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天下班,他就沒什麽的,拿錢就走 但是都是一個人說事,所以就沒什麽衝突 既然都是他說事 之後,黃禎說香港和台灣電影因為盜版問題大受打擊 因為講了一個時間線去到0102的時候,盜版很猖獗 他跟星際各國發展,但因為當時黃禎捧起了劉偉強 有資金,99年尾他們打算拍《千亡之王》2000 因為張家輝是很頭款的,我都很喜歡看張家輝的那一段劇 張家輝自己不喜歡拍,但那一段劇情真的很好笑 因為當時他拍完《賭殼大戰》《拉斯維加斯》、《一九九九》《黑馬王子》 張家輝挺好笑的 如果周星馳加張家輝就很好笑,於是找我們跟星際談 他說不如跟你拍到戲,不用很多日,我有張家輝,叫吳君如來 你可以拍多少日 那星際跟他說,七日,我就七日 黃禎就說寫七日戲給他 他就說,這陣子要花錢給我拍 誰知一拍,他又很不合作 演員之間是講交流的,黃禎馬 我寫了一些戲出來,希望他們交球給我 另一個演員,你交球給我,我交球給你 那大家有戲 所以張家輝做些事情,他又不打球給張家輝 他有角做 那張家輝那時就很無忍,越做越無忍 之後有一天,我沒有空,黃禎馬 他叫劉偉強來幫他拍一天 那天,他升起直球,不合作到想打架 他說那一部戲真真正正令到他們產生連行 從朋友變成不是朋友,因為我們忍受不到他這種態度 黃禎還自爆,他說做了一件 以他性格他一定不會做的事情 他說,當初他有一千萬,叫聲仔拍七日戲 其實你也想像不到他怎麼翻本 一千萬七日戲,那時候又沒有大陸浮 香港收三四千萬,連卡拉浮 可能收七八千萬,六七千萬 你收六七千萬,其實都是代三千多萬 他一個聲仔就揹起製作費 他說,那時候他寫劇本 偷偷決定做七日給他拍 但是,第七日,他又叫聲仔來 但那一幕其實可有可無 因為他預料他沒有 早上他來到,大家排戲 他依舊不合作 那麼不開心 黃禎就說,他從來拍戲沒有這樣爆 他就說,周先生,我們也算好朋友 為什麼你要這樣呢? 那麼不開心,搞到你的氣氛 其實那套《千萬千萬》大家看過 鏡頭前面都不好看的,兄仔 即是沒有心機做 我告訴你,我其實已經拍了 我錄的就拍了這些戲 今天這場,我不要都不要緊 你不喜歡就不要做 你現在馬上跟我走 我不用來拍,以後也不要再合作 這個是他講的 他說他這樣空 黃禎說,他自己也猜不到自己會說這番說話 不過說了出來之後,他沒有心傷 沒有後悔 他因為覺得那時候不說 以後也不會說 那女兒黃子咸就問他 既然在九月年就開始有聯行 為什麼要00年才翻臉呢? 黃禎就說,因為我忍 有衝突我就避 到了這一次不能避,避無可避 避無可避,避無可避,避無可避 所以我就特意在所有人面前下去面 既然是這樣 當時拍,現場應該有人在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這麼久沒有傳出去 你應該在現場有人在 黃禎吵架的聲音 但我偏向呢 我也相信 我也相信他有這樣做 Anyway 我現在都覺得很悲哀 你說是娛樂歷史也好 你們倆在2024年 叫我講一些2020年拍戲的花絮歷史 你可不可以讓我講一些新的東西呢? 有 都有新的東西 不過我沒有看 是我的問題 不關大家的事 OK 我們繼續吧,拜拜